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明讲居士 很高兴来到我们的生肖性明学 我们讲善良其实是可以传递的 有位老人家 年纪大了 住到养老院 便当这一年 他是已经老年痴呆了 因为他每天在来等他儿子 急他回家 其实他儿子已经意外去世了 好多年了 院长就找到他的一个表弟 去看抗他 就是说安慰他了 给他一点点安慰了 最后老人走了 他留给他一封信 意思说他装傻 因为失恋是他活下去的 唯一的方法 有形的物质及善良 其实是可以传递的 做人不要丢掉善良 世界可以混乱 人心不可以肮脏 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 再来我要讲这个名字叫李玉芝 1969年生的 今年已经有55岁了 他是极有年生的 我们来探讨一下 他的名字好跟不好 大原则上 这个名字用得很好 当然好中我要讲一些地方是有一点缺陷的 第一个是大姓李 一个木 一个子 木刻土 几十土 先刻了 所以他的科名不好 也表示说他很谦虚 因为他被刻嘛 所以为人的感觉上他都不跟人家去争 他因为他觉得他没有争的条件 所以他很谦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再来一个 姿 姿上面是个草草 又属木 木又刻土 就表示说 他的事业 有被刻 所以 一般来讲 人家不讲究事业了 你事业被刻嘛 其实也不是坏事 表示说 你在家可以属钞票 正好他这个姿 林姿的姿底下是个蛇 蛇跟鸡走三合 这表示说什么 一个标准的富太太 因为他可以数钱啊 然后第二个字 玉 玉是上土下土 土跟土走比万 土又生机 所以他是贵气 这是我们讲这个理想要讲 又贵又富 富贵双全 所以你看这个名字 容易展现不好的地方 反而是让他不需要去工作 他也不想去工作 他工作还觉得很烦 因为没有得到 被认同 不要被刻嘛 所以 在我的心理学里面 你人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你 嫁个好先生 钞票赚到大把大把进来了 还需要你去赚吗 不需要 你在家数钞票就好了 因为名字好 夫妻感情就会好 第二个字好 夫妻的情 互相的互动也很好 唯一不好是大姓不好 这是物质里 所以你要戴眼镜 出门 我总的讲出门 要戴眼镜 否则会破相 第二个呢 这边呢 第三个是阳面不好的 皮肤会过敏 会烧痒 那这个因为有这种包装 就会有这种现象 你可是 现在科学很发达了 你自己在外头 就是说找一些保养品 皮肤稍微注意注意 其实皮肤不好算是小问题 OK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李玉芝 恭喜他 好名字一个 再来我要讲一个名字 叫张玉文 1972年生的 今年已经52岁了 属于任职女 他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好跟不好 大约上看 前面两个很好 第三个 这是我经常提到的 任何文字 在第三个字 是两脚岔开 代表什么 奔跑 代表劳碌 代表不能安定的 在那边停顿 所以这就是 属于一个最大的破局 不管任何生效 两个脚岔开 都不好 所以他的大性 跟第二个字好 代表什么 这边是科名 不错 父母缘很深 而且年轻时候练书 都容易过关 因为缘 长龙 缘又有一个小洞 对老鼠可以钻 但是金之欲 金生指水 对不对 所以阴边很强 阳边老鼠为王 不错 可是王中有点不足 是什么 因为王可以分上读下读 土又克水 所以他是被男孩子欺负 可是这代表什么 反而是美 男人喜欢欺负你 其实对你说男听人的时候 他就想追你 就有点被克嘛 所以这也不是算坏 因为整个格局是对的 重点是就因为第三个字不好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名字 能够改就改一下 因为今天52岁了 正好从41岁开始就走下坡了 走到60岁 61加子又回头又变好了 所以他目前还有八年的时间 需要熬一熬 就是让他的身体就是有 指是代表肾脏 然后他的排便系统 密尿系统 筋骨 脊椎 酸脚 都会有一些酸麻痛 这些现象出现 然后因为这个名字造成的 这也没办法 今天我就先讲这一个 再来我要讲一个名字叫 孟耿儒 1991年生他 今年也33岁了 他是新卫阳 为什么探讨他的名字呢 因为他是我们台湾那个艺人 也很有名的艺人 黄子娇的太太 黄子娇很有名嘛 所以我们希望跟他有关系的 我们来探讨探讨 研究研究 当然不代表任何意义 因为我们讲解艺人的名字 也讲得非常多了 其实我们是站在 有什么角度呢 就用有名的人 他大家都认识的人 他的人生的格局 用性名学的角度去分析 有没有什么地方 蛮契合的 还是有什么完全不对的 我们再探讨 好玩而已 喜闻乐见 孟耿儒 他的大戏不错 很好 为什么 金生水 然后一个器人 有东西吃 那梗呢 这是一个耳朵 这边是个火 火克心机 先克掉了 所以让他 怎么讲呢 很谦虚 因为他被克 他讲话 他都不太跟你讲话的 要讲话 先看看 了解了解 歧视 再来开口 所以他就是 讲话不会直接讲的人 然后耳朵被拎 所以 他的人际关系来讲 通通上道 等于说 他是不善一个人 交往的一个人 也代表 他的情路 其实也不是很好走 我们动静 来看好第三个字 结果论 这个女字片 对任何女孩子 能够用的话 已经保本了 可是他一个作用 把第二个字的力量加强 所以如果第二个字不好 这个女的力量 就减弱一半 所以并不是 每个女孩子 用女字片 都是很好 还是来看前面一个字 好跟不好 再来 如 这个口 羊最怕逢口 怎么意思呢 他含个橘子 被牺牲了 上了贡桌了 一个人 不管你牺牲 有价无价 上了贡桌以后 你是成全的人家 对自己来讲 已经完全没了自我 所以他 人名字 只有打击好 所以后面两个字 用的就不漂亮了 当然这个也是代表什么 他要想在人生的舞台上 在事业上 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机会其实不大 那钱财 保本 也几乎只能 只能说是保本了 要有很丰裕 很丰盛 让他感觉是一个富贵太太 也有一点缺陷 所以这个名字 用下来 我是觉得 会让他的气管 十二指肠 心脏 还有女人的 所有的生殖器官 都比较弱一些 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